7月9日下午,湖南卫视举行了2013快乐男生全国66强媒体见面会 除了总导演马浩公布赛之外,被受媒体关注的第四位神秘评委也终于曝光 确定由全民选秀偶像李宇春担任,从海选报名到分唱区决赛 历时两个多月,2013快男66强于日前出炉 率先公布的三位总决赛评委,谢霆锋,陈坤和陶金莹,在分唱区中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至于总决赛阶段的赛制,快男总导演马浩现场意外透露,总决赛的赛制就是没有赛制 马浩还表示,本次总决赛赛制的决定权在选手手中 下一秒谁会登上舞台,发生怎样的故事,甚至连主办方都无法提前预测 这种不确定因素显然对评审现场应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据介绍,在接下来的快男总决赛阶段 谢霆锋,陈坤,陶金莹,李宇春四位评委将面临现实点评模式的考验 在规定时间内快速做出判断 为选手给出专业建议的同时 也要和其他评审一起为自己欣赏的选手保驾护航 娱乐99张力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